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杜华说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比赛是 利亚德胜利对战费哈 还有利物浦对卢顿 以及纳布勒斯对巴萨 还有波尔图对阿圣纳 一共四场比赛 分别是亚冠、英超跟欧冠的比赛 那么在分析这四场比赛之前 我们来回顾一下 昨天我们的预测基本上都是OK的 那么在这里说 这个情况是想要回馈给大家的是 每一场比赛我们都是有去跟踪 这个球队它的动态 最重要的是最近几场比赛 它的走向是怎么样的 去取决于我们选择的方向 那么今天的话呢 有什么重要的信息 是需要我们去跟踪的 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是跟踪最近的状态 因为我们的预测是有可能对 也有可能错 这不是绝对的事情 可是你连它的基础状态都不知道的话 只是说去看数据 我觉得会出现问题 第一场的利亚德胜利对费哈 这是一场亚冠的比赛 首先从基本的情况来看 就是说 西罗最近的状态比较好 也打入了个人职业生涯的715个球 超越了梅西的714个球 在这种情况下呢 其实对于西罗来讲呢 他需要一些展现自己的空间 因为他不像梅西呢 已经拿到了世界杯冠军 他是受压抑的 特别是在葡萄牙队这里呢 是受到压抑的 在欧洲这边也受到压抑 曼联不要他 他去寻求阿森纳或者是其他球队呢 也没有人要他 所以最终呢 来到了沙特这一边呢 目前踢这个压抑的话 他是需要空间去展示自己的 而目前的状态呢 或者是情况就是 他踢住了715个球 刚好可以证明自己 那么证明自己需要展示自己的时候呢 也能够带动整体球队的变化 而对手的费哈啊 是实力呢 是比这个利亚德胜利要比他差很多的一个球队 所以今天取胜呢 是大概率的事情 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在以往的10场交锋当中呢 利亚德胜利是没有输过球 但是10场里面有8场呢 半场是握手言和啊 这个信息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好吧 OK那么这一场比赛我们就看好 主场的利亚德胜利 2-0 1-0 还有3-1 第二场是利物浦对卢顿啊 这个也是很重要 我们要去跟踪两个球队的状态 以及英超 或者说呃市场这边的感觉的变化 我们都要去跟踪 有什么可以讲的呢 就是曼城啊 已经呃取胜了之后呢 上升到了英超第二名 那目前距离利物浦呢 也只是两分的差距 所以在这个环节呢 利物浦是需要去呃去去拿分的 利物浦需要拿分啊 但是也不能够说卢顿不需要拿分对吧 目前20个积分排名在排名在第18名的卢顿呢 也同样需要积分 可是有一个好的情况是 卢顿只踢了24轮比赛 就算他这一场没有拿到分数啊 他也不会说啊 有特别大的压力 因为整个联赛呢 他就像一个呃马拉松比赛一样 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他不能够说呃这一场能够上升一些之后 就确保了接下来的比赛的进程 而难度更大的是在客场啊 客场的卢顿呢 想要战胜利物浦 我觉得是非常难的事情 特别是现在的利物浦呢 整体状态就跟一个蓝群一样啊 他的攻击点呢是四面八方的 卢顿可能是招架不住在这一场比赛 我觉得是看好主场的利物浦 呃 2-0 3-0 跟3-1 第三场比赛是纳布勒斯对巴萨 这一场呢需要跟大家叮嘱一下 那这个纳布勒斯跟上一年的纳布勒斯呢 是有天然之别的 上一年的纳布勒斯取得了一甲冠军 在欧冠当中一开始也是非常猛的 有一个外号叫做盘王 所以呢 呃 去年啊 有做投资在纳布勒斯身上的人呢 都是比较OK的 那么今年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啊 在联赛当中呢 也是踢的比较的尴尬 呃 目前属于在一甲的中游的水平啊 连上面都上不去了 所以目前这个情况呢 在主场对战巴萨 主场是有加分的 但是对战的巴萨呢 呃 有一个迷惑大家的地方就是 今天的巴萨做出让步 而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巴萨的 呃 最近状态也是非常的不稳定 这个不稳定就会迷惑我们啊 会觉得呃 巴萨也不稳定 纳布勒斯也不稳定 在这种情况下呢 呃 很多人就看好主场的优势 而今天的重点是在于 纳布勒斯的当家球星 奥斯梅恩呢 是很有可能上不了场的 呃 很有可能啊 不是绝对的 其实有可能有潜伏 也就是说 如果说奥斯梅恩上不了场的情况下呢 呃 直接去看好巴萨的保平真胜 啊 保平真胜其实 呃 怎么说呢 那因为纳布勒斯不是弱队啊 所以你巴萨在客场呢 说直接呃 赢多少个球呢 其实也不是很现实 对吧 而且如果是可以的话呢 可以关注一下在赛前的一个小时 啊 赛前一个小时或者是赛前两个小时呢 他在阵容就出来了 他阵容出来的时候呢 如果奥斯梅恩没有上的话 这场比赛大概率巴萨是可以拿下来的 好吧 好 那么这一场比赛 我们是看好客场的巴萨保平真胜 1-1 1-2跟0-2 最后一场是波尔图对阿森纳啊 阿森纳呢 最近的状态也是非常的厉害 那么刚才讲到的一个重点是 要跟随最近的这个动态啊 其实做任何事情 他是有一个抛物线的 就目前这个抛物线呢 对阿森纳来讲的话 他是往上面走的这个抛物线啊 慢成了他有点波动 对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阿森纳呢 是值得看高的 虽然是只是客场 客场去挑战波尔图 可是因为阿森纳状态太好的情况下 就要去看好阿森纳好吧 这场是看阿森纳的1-1-2跟1-3 好 这就是今天的市场比赛的分析 那么我们具体的投资方案呢 我们是会放在会员区跟大家分享 那么有兴趣加入我们会员呢 可以去联系我们的客服 谢谢大家